294.聯合早報 新加坡 新加坡國際合唱節大獎賽今日展開 2015年7月18日藝園五陳語音陳語音報導合唱節提供照片 第二屆新加坡國際合唱節今日展開 33支合唱團爭奪冠軍寶座 今年共有20支本地合唱團 以及13支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韓國、芬蘭 以及美國的合唱團參賽 比賽分四大組別 同聲合唱、混聲合唱、民族歌曲娛樂靈組 同聲合唱與混聲合唱組別 有細分不同年齡組別 正蔡明後天在楊秀圖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行 入場免費 各組的冠軍將各逐星期二21日 晚上在濱海藝術中心音樂廳舉行的大獎賽 各呈獻兩首歌曲 最終的贏家將獲得五千元獎金 聖淘沙時本屆賽時官方合作夥伴 開幕典禮將在聖淘沙舉行 各國合唱團今天下午2時30分起 將在聖淘沙海灘站Beech Station進行免費戶外演出 下午5時則是合唱節開幕禮 此外,合唱節也邀請到去年在世界合唱賽中 奪灰的芬蘭女星合唱團Philomela 以及在國際賽時得獎無數的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 Cardino Singers合唱團,擔任大獎賽表演嘉賓 Philomela將於明晚19日7時30分 於新加坡藝術學院數齊音樂廳舉辦專長音樂會 Cardino Singers則將於後天20日7時30分 於新加坡藝術學院數齊音樂廳舉辦專長音樂會 兩場音樂會門票均為30元50元 合唱節由活動策劃公司樂園SourceWorks主辦 公司藝術總監為本地著名合唱指揮家林愛惠 繼去年合作後,林愛惠與道萬聖、桂乃信、譚秀英 四位本地著名合唱指揮再次聯手擔任賽事評審 其他評審包括陳雲雄、台灣 Jonathan Veletsko、Zimfira Palos、加拿大 等國際之名合唱指揮、教育家 第二屆新加坡國際合唱節大獎賽 7月21日星期二,晚上7時30分19元 授票SISTIC 熱線 7月21日星期三、日陰座 11月22日